我們現在的階段就是先不要管那些東西 但是後續上有些東西要拖到 要給人家用的時候 像我們鵝鵝鵝都會在鵝鵝邊修一次 才會是軌跡才會對的 然後藏鵝也會是對的 接下來是紐西蘭的 其實大陸型的國家基本上都很像 所以這個部分我就不講那麼詳細了 但是不管是紐西蘭或是美國一樣的 就是有些東西是可以讓私人的公司來承包的 當然所有的私人他是很專業的 那有些是Rangel在施作 有些是工部門發包出去的 那當然還是有一些志工的參與 所以其實他分成這六大類 那一樣的他在使用對象啦定義啦 或者是你可以看得到步道的組成裡面 一樣他也是從Path, Trail, Track到 Root 的這個部分 其實新北市我們當時做所有參考的這個部分去談 然後標示的問題 不經責表面寬度的問題等等這些 然後包含下面的Logo 下面的Logo 所以這個大家參考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開始要談 因為剛剛有講 美國人很多都是用RS的理論來談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是自然度理論 還有一個是環境統直性的 那這個談完大家才可以做作業 RS是希望能夠針對一個比較自然環境的理念 去發展遊戲的時候 能夠維持他自然的特性 所以通常你談他的時候 他會再談一個叫做LAC 叫做可承受的衝擊性 到時候一樣LAC去ROS打完打 LAC去Google一下 大概就會有這個東西 那ROS的理論裡面 遊戲系列的體驗分成六大類 就是半野史區沒有機動車 半野史區有機動車 然後自然鄉村都會 感覺上大概就是我們剛剛所談的 從原始沒有開發一直到有開發 進了到自然區、進了到都會區 大概所以其實差不多概念上都一樣 概念上都一樣 然後他會用環境的特性跟人為的干擾去談這件事情 所以半野史區裡面他環境特性是什麼? 他人為入侵的程度是什麼? 然後半野史區裡面沒有機動跟有機動 那這個很好分別 因為很多東西他們的可能是那個叫做什麼? 雪敲車 因為在我們這邊不下去比較沒有那個問題 那他們在高山上比較沒有摩托車或是越野摩托車的問題 但是雪敲車或是一些比較特殊的功能的車位 所以有些是 所以他把這兩個特別分出來 也就是有人為外來的那種聲音可以感染的東西 他會把它歸類在機動車輛裡面 然後沒有機動車輛的 他會認為他那個層級會更高 那如果你去讀一本書叫做一平方英寸等級進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談 譬如說我們現在在一個很自然荒野的環境裡面 你聽不到卡拉OK的聲音 那個就不是屬於原始 你一聽就不會是原始區裡面 可是我們在台灣就會出現這個狀況 你可能在一個很高山的環境裡面 你可以聽得到山下卡拉OK上來的聲音 可是你的環境是一個原始區裡面 所以就是說你們將來在做分類分析的時候 應該會有這種confuse 會出現 不過反正試著做 試著做 所以原始環境機動車輛裡面 它的原始狀況和人為的入侵程度 大概就是會從人為介入破壞的幾個情況去談 就譬如說他談了人為設施不易被發作 然後原始道路容許車輛進入但不顯眼的使用 這個大概談的是一般我們在森林裡面有一些林道 過去早期裡面會有一些林道允許他進來 那現在有些林道還在通車 可是有些林道就不通車了 所以很清楚的如果你常走一些 你就會發覺所談的半原始跟有車輛跟無車輛 大概談的就是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然後自然的低密度開發裡面 那你可以看它的描述其實 再從我們剛剛所看的那五種分級的照片 你去想像、回想一下 應該就可以知道這些東西 我到時候再把剛剛看它分級的那五個四億照片 我PDF檔再給見析 然後再上網給大家看 其實對照這個也可以對照的稍微出來 大概也會有一些狀況 就是那五級配合的這個遊戲體驗裡面的 目前談的這六級 稍微的大概都有一些相關意 或是相類似的這個部分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在這裡面談的鄉村區 就開始有所謂的龍田的東西出現 在低密度裡面還沒有這些問題 然後我曾經調查裡面也會發現 就是我在一個很 應該是在一個半原始的 有機動性的車廂裡面可以看得到電線桿 特別是在日治時代的古道裡面那些電線桿 然後那些線啊 等一下我們談單大的時候你就會發覺 你在一個原始區域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電塔 那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我跟你講在台灣會特別有這些東西 那走久大概就會很清楚 所以感覺知道的越少越好 否則自己在心裡面都會產生矛盾 那高度開發的都市裡面大概就是這樣子 有道路 也可以看到到快速道路經過的地方 特別是照明 只要有照明的 登山步道你想想看 登山步道如果還是有照明的 你不用把它歸類在太自然的 它一定是開發區域的 要不然怎麼會有夜間還有路燈的存在 或是景觀步道燈 所以這個很清楚的 大概是這個概念 然後因為那個遊戲體驗分類 文字都很清楚了 字表也很清楚 跟前面在講那個分類裡面 都有一些類似說 我就沒有再交代那麼清楚 所以從遊戲體驗 ROS的理論 從遊戲體驗分類裡面 再談到一個經營的管理因子 這裡面分成這六個東西 那這六個東西等一下我們用案例講 從可及性 也就是說你所在的環境裡面 容不容易到達也沒有道路 道路的形態是什麼 是柏柔路 是碎石路 還是自然的土路等等這些東西 然後現地經營裡面 有的可能有礦場 有的可能還有高山鐵路 或者是高山農業 然後社會的互動性就是剛剛所談的 你會一天到晚遇到登山坑 還是你爬了兩三天遇不到一個登山坑 的這個概念 然後那個環境可以接受的程度 跟到底需不需要做遊客掌控 或者是我們講的這種 我們會用承載量的管制 承載量的管制 那ROS等一下會再用案例來談 然後另外一個比論是自然度的理論 那這個講的是人類活動主要的焦點 然後是以開車或駕駛者對生態 其實道路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 對生態破壞很嚴重的東西 並不單單只是你開道路在自然上面 割的那一道以外 道路開他們以後 從道路很容易讓運輸人上山 所產生的所有一切系列的 不管是廢棄、燃油、垃圾 開始吵雜的聲音 所以其實道路是一個很嚴重的這個部分 那在自然度的理論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一樣 它在那個分層分級裡面也是一樣 從原始半原始 只是它沒有分機動跟非機動 然後一般自然低度開發 一般開發跟高度開發 所以我在談的這些東西 因為ROS自然度 都是美國領務署這邊出來的 所以甚至它自然度有一部分是國家公園在談 所以其實是很像類似的 所以相對應的 如果我們把它對應在台灣的國家公園的 土地使用分區來說 你可以看到延史地區相對應就是一個生態保護區 或是特別景觀區 然後高度開發區沒有 但是一般的開發區大概就是油氣裡 跟一般管制區 它可以相對應是這個樣子 那你也不要被它所謂的幾百公頃幾百公頃限縮住 因為那是對他們國家的那種自然環境裡面是符合的 可是在台灣來說未必符合 但是你只要一樣的概念就是你知道說 他們有一些層級的不同 然後有一些百分比的不同的這個概念 第三個是環境的同質性 這個也是除了步道分級 我們要人作業裡面要把同質性做出來 然後去判斷一下 然後用遊戲機會系列跟自然度的這個東西去做參考 然後把環境特性認為介入的程度 普遍使用的模式 自然度跟社交體驗的東西做同質性分析 那不懂沒關係 我們這樣談 他談了這幾個區域 然後他會告訴你環境的特性是什麼 那你到時候作業裡面就參考這個 比如說你最後分類出來你的步道是屬於自然地區 為什麼屬於自然地區呢 因為從環境的特色來看 他是符合這個quateria 他可能是有自然的景觀 但是使用者相當的普遍 他就不會是回到所謂的使用者之間影響很低 因為就你們調查的步道來說 應該都還是都會去周邊的步道 基本上來說 或者是他可能是政治更比較偏向 就像現在這樣子的話 那就是鄉村地區 給人為審柱的視聽 感到照音 聽得到那種廟的廣播 或者是卡奧卡的廣播的話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他就用這樣的一個概念去談 那人為的入侵程度也是一樣 在原始地區來說 荒野步道可接受 但不超過標準的容量 容許量 就是他有那個承載量跟管制 他有承載量的管制 但是在半原始地區變成原始道路選柱 然後容許車輛的使用 那這個容許車輛的使用應該大概就是所謂 林道的那個概念去談這樣的東西 好 那他土地的使用模式更會簡單地清除出來 你可以看得到在自然地區跟鄉村地區 可是在半原始地區的時候 道路還是以土石路為主 碎石路 然後車輛的痕跡走在主要的林道上面 大概是這樣子而已 他在談的那個半原始地區 有車輛大概所談的 是林務署所允許的那些許多車啦 或者是一些林業使用的車輛 而不是一般這種 像自然地區可以看得到 他就是一般有客也可以出現的這種區域 所以你們大概基本上就是大概用這四個區域 那當然如果你會發覺你還是分不出來 你要增加一個區域 那你就參考 剛剛講的自然度跟RS裡面 還有談大的一個區域再分出來 然後你依照環境特色認為入侵程度 土地使用模式自然度跟社交的經驗 去把你的步道稍微試著想辦法把它分出來 那一樣的 一般來說 大概就不會有這種高度的這種荒野的體驗跟孤獨感 那個他們英文叫做Isolation 就可能在那個地方就是這樣子一個孤獨的人 在那邊享受那一份靈體 那那個就是我們上山很希望偶爾得到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一個經驗 一個經驗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在自然地域或鄉村地區的那種社交經驗 但是這個就是在半岩石或岩石地區的經驗 就是上去大概就是三個人 然後自己坐在那邊慢慢地看雲飄過去 然後在那邊數哪一個山頭 哪一個山頭是什麼 的這個概念 好 我們就用兩個案例 一個是丹大的卡瑟西 然後一個是烏蘭的案例 這個是很衝突的兩個案例 完全不一樣 來談 就是那一年我們上山去調查那個丹大月� 從南投地域進 從花蓮斷榕出 64公里 然後我先讓大家看一下 它的一個Section段面大概是這樣的 就是站在山上你所看到的環境是這樣的 然後下到溪谷你所看到的環境是這樣的 然後進到卡瑟西的環境是這個樣子 就沒有什麼任何的自然物 沒有任何人造的東西會出現在這裡 然後你在登山步道所看到的環境 然後攀到東邊的時候 東邊的坡度會稍微比較多 可是你可以看到路基 偶爾有偶爾沒有 然後那個障礙物等等 可是看起來都很原始的 中間突然出現了鐵道的這個東西 那因為一般看到它 你還是會聯想到是人造設施物 或是過去曾經開花開發的痕跡在這個地方 OK 但是如果在一些小地方你又可以看得到 駐地開放種高山蔬菜 然後我們剛剛談的 你只要把高壓鐵打去掉 它就是一個原始的區域 但是為什麼在一個原始的區域還有這個東西 那就是台灣很特殊的就是 它是我們東西向很重要的命脈 345KB就是3450千瓦的那個 它是西電東送 因為東邊沒有太多的發電廠 所以它把西邊這邊發電的東西送往東邊去發展 然後從萬龍那邊出來 然後提供給東部 所以這條線命脈一定要保住 那所以能高西 能高月齡的那個只有65KB 所以後來斷了就不要了 可是這個35KB的一定會留下來 因此在這個地方 即使在一個自然原始的環境裡面 你會看得到還是有高壓鐵塔過去 你只要把它抹掉就是一個很自然 因為這個也將近在2000多公尺 快3000公尺的地方去談 好 那不管怎麼樣我們就開始做 所以這個是給你一個案例 從環境的重質性來看 基本上它是原始地區嘛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不是有列出了嗎 原始地區第一個它的環境特性是什麼 所以你就把它照抄一次 基本上來說它的環境特色就是保有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在任務的入侵程度來說 雖然我們有看到有結構物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 所以你要把它歸類在半岩石也可以 但是後來我自己想一想以後 我還是把它歸類在結構物西少的這個部分 然後它荒野步道 然後區內是不容許 其實它以前這條路是可以走車子的 是可以走車子的 對 其實還有那一條 連那個吉普車都可以走到普遍的 後來在它的前面台電就乾脆從隧道口 就把整個路挖斷 挖了一個20公尺 故意把它挖斷 然後讓車輛不會進去 進不去 但是以我再去的過程裡面是沒有機動車輛 是沒有機動車輛 所以是大概這樣子 然後也沒有明顯的防側在那個地方 在那個地方 然後大概都是一個很明顯的 荒野步道的一個跡下 那在自然度的感覺 在社交體驗的感覺 因為你剛剛可以看得到 那個好像一個魔獄 就是雖然很多的攤方 因為過去挖那些路真的是有一點點 會有這個問題 然後剛剛包含它地質比較破碎沖刷的那個感覺 那個感覺 所以在社交體驗來說 幾乎我們去了以後大概遇不到任何一個人 當然再加上因為現在那個孫海橋斷 孫海橋斷了 所以除非是當地的 弟弟的人帶你們進去 帶遊客進去 或者大概一般遊客也很少會進去 那獵人除外 獵人除外 所以你幾乎很少有機會去跟團體 或是其他團體去互動的這個概念 就這個概念 好 那再來就是經營的管理因子 所以你自己要稍微描述一下 在可擊性來說 對 它大概就是這種碎石頭路 岩石的路面 然後曲心不平 或者是路面狹小的這個概念 所以你可能顧一下 這就是我們走在湖邊的情況 但是非油氣資源的利用就很多 高山農場跟這個以前的高山鐵路 運財的高山鐵路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是從這個方向談 那當然它這些東西可以轉換成 未來環境交易解說體驗的東西 那現地的經營來說 有一些簡單的這種設施物 當然不鼓勵湖邊露營啦 不過在那個環境裡面 大概說10個人上去應該有9個半的人 會在湖邊路 另外那半個人 不知道去哪裡 Anyway 那這幾棟是當時孫海還那個 鎮昌還在上面伐木的時候的幾個 如果我這個年紀人住過救火團的山莊 就很像山莊 當時是伐木所住的地方 真的很漂亮 還是木頭的 矮矮的 然後上面有一個海天示板 是當 就是在山裡面又在伐木 所以希望有一些心靈的慰藉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現地來說 我們所看到的大概就是這幾棟建築物而已 一棟集體的 然後一棟廟在那個地方 然後跟社會的負重性 你真的那個晚上還有水路也會過來 也還有水路也會過來 在器材湖的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它對於社會互動來說 所以這個這些東西 你到時候你們去了以後 去到步道以後可以稍微的體驗 或是你已經去過了 稍微回想一下 這些東西所帶給你們的是什麼 那當然一個很原始的東西 確實是這個樣子 確實是這個樣子 所以那時候建議就是說 OK 確實是可以對遊客的行為 跟遊客的數量做一些管制 做一些管制就是限制 所以也就是說 未來遊客再進入這種生態保護區 或是未來成立這些劃定的區域裡面 那大概應該都要有一些限制存在 那包含 當然因為那個是十年前做的 那個年代也沒有談到所謂的除以代下山 或者是現在的排以代下山的這個問題 可是在我們去黑布利山的時候 我們沒有除以跟排以代下山 但是是交錢請破塔背下山 就是我們交錢給山莊 山莊會請那個協作幫忙這些東西背下山 然後可制度化的管理裡面 就是談的這兩件東西 就是可接受的遊客衝擊程度 跟可接受化的管理制度裡面 大概就是對遊客的限制 對遊客的管制等等這樣的一個行為 那也許你們調查的步道裡面 大概就不會有這些東西 但是你可以思考看看 對於遊客還有些什麼樣的行為限制 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西財圖的部分 好 烏來風景區的部分 可能某些部分就對你們 跟你們學的步道很類似 那這邊談的第一個你可以看到談的可及性 可是因為它是針對烏來整個大周邊環境裡面去做調查 所以這裡面為什麼沒有寫烏來風景區dash 是原始半原始還是自然還是都會 因為都有 在那個烏來山區裡面這四個都會有 所以它有一點點 它在做的過程裡面有一點點也是一樣 在天然交戰 這是研究生做的 這是其中一個研究生做的 所以OK 他認為可及性來說 他可以坐班車然後等等 而且到了烏來前面的那個結果轉運站 現在又蓋了很大的停車場 結果這站 所以他認為那根本就是一個很現代化的概念來談這件事情 可是它有原始半原始現代跟半現代 因為它上到不同的環境裡面 那當然這幾年因為前三年烏來那個風災產生很大的破壞 所以現在連雲生樂園也上不去 我不知道修好了沒有 修好了自己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那個是 就是那個環境它那邊衝得很厲害 可是不管怎麼樣你可以看得到 它就寫了 從入口到影仙樂園這個部分 它認為它是比較屬於高度拍拔的 然後哪裡哪裡哪裡比較屬於原始性的 那它可能這個是翻譯的問題 就是現代或變半現代化 但是你如果可以就參考我們剛剛所談到的那幾個分類的用詞去講它 那塑系登山它還是屬於原始性 它還是屬於原始 然後柏阿古啦 漸行區那個它屬於半原始 所以它是這樣去分類它 所以確實我剛剛講它的環境壓縮了 就是你在那個油氣的核心區裡面是很現代的 可是當你往野外走的時候 當你往山區走的時候 它又是一個很原始的一個概念 這個是在這個裡面來談 然後灰油氣的一個使用來說也是一樣 它進入到比較深山地區的時候 包含高山經濟的農作物 那因為一樣的靠山吃山 所以還是有那個農業的問題 然後當然還包含檳榔的一個問題 這是它對它在整個土地使用裡面所談的 那非油氣之餘的使用狀況 大概就是談這一類的東西 像剛剛七彩虎談的是鎖道 然後高山農場 然後那個運財農火車道 那這上面也許 所以你的環境裡面也許有不同的部分 那現地的經營它只是在談目前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談的現地經營 就是談那個廟跟那一座 那一座當時的這個管理中心 那這裡面你可以看得到 它如果這樣子一放大來看 它就有很多東西可以在談 然後包含攬車的問題等等 所以它會下就整體而言 整個設備具備了都市到遠野性的各種不同組合 然後也滿足了各種遊戲之餘的參與者 多樣的需求 所以就RS來說同質性的分 它幾乎大概都符合了它了 那你們都應該沒有到這麼複雜 也許你們能包含了兩到三個不一定 但是要包含到四個有點點比較困難一點 比較困難一點 特別是原始性的那個部分 所以互動性來說一樣的 它有原始的比較低度互動的 但是也有一些高度互動的東西 談這個部分 然後他對他所觀察到的 對於水深水質污染的問題 對於噪音的問題等等 他就有談到這個部分 包含就是在河谷裡面烤肉 所留下來的這些垃圾啦 或者是一些污染污啦等等 我不知道他怎麼看得到野生動物的輔殺跟摧殘 不過他寫動植物的 應該當時還是有一些什麼三腔肉之類的 現在還是有 現在還是有 只是不小心刺下去他還不告訴你 然後一樣的概念就是 整個可接受的管理的程度裡面 那他講的就是參與者的 寫得很保守 因為有記者的便利安全 跟自然資源的保護 這兩個他都有談到這樣的東西 這兩個案例剛好很衝突 然後提供給你們參考 你們就按照 你可以按照這兩個的寫法 稍微的再改一下 所以基本上來說 第一個就是你把參考步道的分級分類 你把步道做一個分級 然後第二個就是按照 ROS的理論這些東西 你去依照那兩個案例 去試著把他做同時性的分析 然後整個經營管理的六個因子 對不對 去做一個簡單的說明就好了 這樣OK嗎 簡單啦 不要太複雜 簡單不複雜 對 但是很煩 我做過真的不太好做 不太好做 OK好 剩下一點的時間 我改一下進度 他能不能稍微講一下一些東西 好 我先想哲學再講那個 要不要做步道的 好 這應該是大坑常見的一些 應該是說都會去常見的步道型態 不是鋪塑墓啦 就是鋪戰道 或者是戰道爛掉 或者是解說法有做 但是在殷師的環境已經下了 不然就髒了 然後我們一想到步道 就想到這些東西 就是第一個 要有良品 要有鋪面 要有座椅 可是我們很少在談 我們步道型一系列下 我們在談的步道本體 因為去掉這些東西 在路上的那個 才是我們要採的東西 可是我們都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然後山地上的這些自然的土石 跟坡度跟排水的關係 這個是我們要談的 好 這是河吧 對 這是河 這還是河 好漂亮喔 對 在哪裡啊 這是步道 這是步道 好 這也是步道 好 就是我們認為都是很好的步道 然後他們沒在哪裡 自然 對 他們沒在沒有出現自然 自然 那為什麼我們做的步道會是有自然 所以我們一直在談就是說 上帝不畫直線嘛 在自然的環境裡面 這已經很勉強了 它還是有斷斷續續的直線 連接成了一切的弧線 但是至少 它在一個林間裡面避開了所有 它需要遇到的樹的處理的問題 盡可能讓它變成一個彎彎曲區 那這些步道也都是一樣 特別是你看這條步道 它從這邊過來繞一個圈再上去 這繞一個圈 那如果在台灣大概就是這樣撒上去 會不會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談的 就是我們要談的去 等一下我們會談階梯的問題 為什麼一定要做階梯 因為你選線選錯了 所以要做階梯 你希望從這裡到那裡 用最快的速度 最短的方法 距離去做 但是不像這個樣子 你要去選 選一個 為什麼在自然的蛇蟲川裡面 它會這樣繞來繞去 它為什麼不走直的 一定有它的道理 那同樣的我們走路 這一定是油彎 如果在台灣開一條 它很直接就開一條直線過去 然後反正這邊切掉就好了 但它為什麼要繞來繞去 所以我就說一開始如果你的選線選錯了 你後面就是萬劫不復的 維護保養跟更換新的材料進來 新的材料進來 但是如果你選對了 你照顧到了步道本體 那你的坡度設計得很好 你的排水設計得很好 那你後面的維護工程就會降低很多 就會降低很多 水是我們最大的敵人 我們一直談步道的本體就是在解決它而已 那當然人在踩踏也是另外一個破壞 人在踩踏也是一個破壞 可是如果你可以把它解決掉 可是水一定會有的 不管是在台灣的或是在日本的 五九島的它也是一樣 降雨量超過台灣 每年大概三千多公里 那台灣平均是兩千四到兩千八 然後下雨它的步道也是會這樣子 在步道上面漫流 在步道上面漫流 可是水要怎麼解決 那因為過去我們在做步道的時候 重複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只思考哪裡要做戰道 哪裡要鋪鋪面 哪裡要做排水溝 做排水溝不等於排水 它只是名詞是排水溝 可是我們要怎麼樣把水解決掉 那就是因勢力導使之間之自然 也就是不要集中分散 然後怎麼遠離步道 或者是怎麼應用步道旁邊的東西去做它 為什麼這個步道不會沖刷 基本上它也算一個斗渡了 可是它旁邊的環境 然後它把水導到 因為載體上面來說步道很小 如果你如果把所有的水都集中在步道 它的載體就很小 那當然就會對步道產生問題 載重的載 Loading 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所以你會發覺做了排水溝 它就是要把水集中在排水溝 所以它的載體就變小 可是在自然的步道裡面 你不做排水溝 兩邊都是自然的土石 然後滲透性很強 然後直栽育壁 直栽的Ground cover很多 那這個時候就適合把水往那個地方走 所以應該是要利用自然的環境裡面 那當然我們不得不承認 瞬間的降雨真的太強了 然後加上地質的脆弱 即使它是整片是森林 也有會產生局部強降雨 特別是這幾年都會這樣 整個山域東落下來 那這個沒辦法 那這個就是台灣地質太過年輕 坡度又太過陡峭 然後土質的成分又不好 那會產生這樣的東西 可是如果正常來說 應該是不會 應該是不會 好 看到了林寧 我們就趕快進來灌漿 或是趕快鋪來鋪石板 或是趕快運很多碎石集配 可以把它鋪上去就對了 這是我們一般開始想像中的做法 想像中的做法 可是問題是問題的核心在哪裡 當然鋪水泥可以改善 可是不鋪水泥還是可以 達到我們所謂的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要對症下藥 要對症下藥 沒時間跟你們上工程課 我們就用這個我們就用這個講好了 這為什麼會鋪一鋪 積水 積水 排水 排水 那為什麼它前面那個地方不鋪一鋪 地質很強 兩邊高 好 好啦 積水啦 然後會積水就是沒排水嘛 那同樣的路段前面15公尺不積 這邊會積前一年 那當然就是 低水 對 比較低意思 比較低然後到這個地方又比較緩 所以上面的水沖刷下來 上面泡的水下來會帶來很多的細沙 枯枝 斧葉 沖沖沖沖沖到這裡來 這裡比較平緩了 水流量就沒那麼快了 所以就開始淤積對不對 前面的步道比較陡 水下來一樣的這個坡度不會太大 所以它能夠帶動了 表面的一些細小的分子 朗土這些東西 然後一樣的樹葉 枯枝 斧葉 又帶到這邊來 然後這邊沒有泄水波度 它就停留在這個地方 等到天乾雨了以後蒸發了 可是沉積又沉積下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整個開挖出來 是二三十公分的沉積土 那代表就是它不是一年兩年造成的 它是很多年造成的 很多年造成的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個我們剛剛講的 沒有喝積水我們要修泄水波度 讓它排水出去 那種高度的問題我們沒辦法解決 對不對 我不可能一直墊墊墊墊 你就算墊到跟它一樣平 那最後總是要有人最低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不能解決 上邊坡位不可能告訴它 你下雨的時候水不要下來 這個我們都沒辦法做 因為我們要做的是把這個地方解決好 所以要解決好 第一個就是這種東西記得 整治的時候都不能留在步道上 全部開挖拿走 全部開挖拿走 你下次試試看 如果你在一個泥泥的土地上 要這麼厚喔 大概有三十公分後 你鋪碎十幾倍看看 你鋪上去以後 對 你叫十個人上去採採採採 然後就會縮縮縮縮縮縮縮 那個麻糬就上來有沒有 那泥巴下來 水子幾倍又下去了 就是我們填的那個石頭 填的那個小小小小塊 不是大塊的 小石頭啦 小石頭 我們叫六分啦 大概是2.54公分 1英吋大小左右的那一種 就是你經常走在那種步道上 會爽爽爽的那一種 所以不是鋪它 那當然我們講的 你可以鋪水泥 問題是在這個自然環境裡面 我沒辦法接受這個概念 所以挖採了以後的第一件事情 要鋪排水層 那剛剛講的問題核心大概判斷出來 只是接下來要怎麼解決 那有機會再講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要留著你們後面如果有機會再上步道的話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對靜下藥 那步道的條件不一樣 環境不一樣 解決方式也不一樣 你不要學了就是這個排水方式 然後就放置涉海皆準 不是這個樣子 環境條件會有很大的差別 因此我就要告訴你們 對 就是看了遺物局的書 看了國家公園的書 你們了解就好 了解就好 然後不要照抄 你一定要了解那個書所講的 公法的背景跟現地條件是什麼 如果不一樣 那有沒有辦法彈性應用 有沒有辦法彈性應用 這個是照書本設計圖做的 一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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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也可以知道有些人就不喜歡坐在上面 就開始走在側面 那這個是我們就是第一天是這個樣子 第二天修改了以後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步道沒有那麼多 因為它不是依照標準圖 每隔一公尺設一階 一公尺設一階 一公尺設一階 因為沒有必要 因為它的坡度 可是畫圖就是這樣子畫 然後施作它也就這樣子施作 所以改善了以後 然後它沒有必要設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在改善的過程裡面也把它弄掉 然後做完以後的那一天 禮拜天下午就登山客上台 就會走在上面 那這個是我們希望的 那陸陸續續 因為弟子的關係啦 你們這邊都還是出現那種 卵七十大顆的這個概念 比較沒有快食的這個部分 那最後當然我們希望能夠做到這個概念 就是明天講的所有人昨晚是填開的 但是要達到這個 但是要達到這個境界有兩個重點 陰界跟體 曹怡陰界的意思就是你怎麼樣去用 就中國的概念來說是 就是藉景 在我們講手作步道的概念是 怎麼樣用現地的材料 是藉嘛 我旁邊周邊的這些東西 我可以找得到的材料 可是重點在於最後那一句 經在體語 你必須跟環境融合就對了 體語的意思大概是這樣 就是跟環境融合在一起 跟環境融合在一起 那你這樣子才能夠是管治天堪 管治天堪 這個概念 所以 邀請老師上過課了對不對 這幾個研哪一個沒在台灣生產 有上課 有聽我 花崗岩對不對 這什麼步道 沒有 這不是在金門 這在台灣各地都有 那為什麼 花崗岩是台灣唯一不生產的 那幾塊研 為什麼在台灣都用花崗岩 會有點怪怪 會有點怪 對不對 對 因為花崗岩是大理事 不知道怎麼要看 花崗岩在馬祖 在美金門 可是在台灣本島就沒有 在台灣本島有一堆 好 所以大概是這樣 我們先講步道 來階梯 等級 上次有人講 有人看過他的演變嗎 三號步道 一開始是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慢慢地立了牌子 然後後來壞掉了 把他封起來 在旁邊又立了相思石木頭 沒有看過嗎 它是現在拆掉了 這應該是大門 三號步道 它是王號 三號吧 好 不管 舊的已經拆掉了 對 舊的已經拆掉了 好啦 好 不管 那這個就是出現我們剛剛的問題 等一下 這邊 接一 這是淡蘭古道其中一段 歡迎來走 很多狀況都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可以把它歸成原始 但是很不原 對 很延遲 但是很容易親近 好 大家想說要從這裡到那裡有落差 就要做解題 對不對 這還是那個問題 你看到你 你就希望能夠丟石頭 丟石板 用水泥還有那個概念 不太對 你要從這裡走到上面 你為什麼能去思考 你去找一條比較 就要剛剛我們一開始講的 取柔同性 關顏曲折 坡度平緩 然後 但是具體要長 可是這是台灣登山客最討厭的 他就不想走太陡的 他也不想走太長的 他就希望能夠直接殺過去 好啦 那所以等著 慢慢人心得改變 那當然再來就是選線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就想回應剛剛第一個 你如果選了這條線這樣上去 你就一定要做這種設施 你一旦做了這種設施以後 天長地久以後 慢慢的就 它就已經會壞掉 因為自然的材料它就是會腐壞 所以就會變成那樣的那樣的那樣的演變 好 但是其實階梯還有蠻多種做法 所以應該一開始還是先找地形 地貌 去判斷有沒有可能可以上去的空間 而不是一條直直的上去 然後階梯我們一般會產生這幾種階梯 一個是橫木 一個是氣石 那當然石頭有好幾種 出現在比較中地海拔 中高海拔的都是塊石 那比較西部平原路三代的 有一些是像你這邊出現的那個 等一下會看到你吸軟石 有的是直接在石頭上面所著出的 某的這個概念 好 這個都是很不好的步道 它沒講可以 但是它還是花鋼眼 所以還是列為我們不太歡迎的步道 然後施工標準圖 施工標準圖 那個勉強 所謂的勉強就是 它的時間還算樸樸 它的時間還算樸樸 但是做法上還是有一點點小卡詞 等一下我們再看 等一下我們再看 然後要去決定 需不需要做階梯 階梯到底要做多高多寬 因為經常有人加個問 所以高度寬度 然後因此就 邀請老師應該有講過這個公式 這是圖外的公式 你算出來兩個h加t 藉由這個裡面就好了 好 千萬不要用這個公式 寫完了 理論上這樣就好 你就大概知道 你要注意你的提高跟提升 因為你現場去弄的時候 弄這個樣子 你會發覺 你怎麼去決定它 這個跟這個是靠這個跟這個 就是垂直的落差跟水平的距離去算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嘛 坡度還是你要去決定的 所以假設當你到這裡的時候 你需要30、30 這種階梯很難走 很難走 甚至於有的是45、30的 那個更難走 那當然它也沒辦法符合 剛剛我們所談的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算起來真的還蠻 就是還可以走 還可以走 但是我怕你套了這個公式以後 一定要要求它這樣子的時候 你沒有考慮到水平距離跟垂直落差 需要做的東西 需要做的東西 就比如說我們用一個公式算 如果垂直落差是120 我用每一個是15公分 每一個是30公分 因為前面的公式告訴我們嘛 你帶一下它是不是可以進去這個裡面 那基本上是符合的 假設它符合 我也沒仔細算過 但應該是符合 好 那15公分8階 然後每一階是要急升30 也就是說它需要 或是它需要240對不對 聽得懂嗎 可以喔 好 那我問你如果現場只有210怎麼辦 那就不能做8階 那還是你要做成7階 然後如果你做成7階 每一階就要17.14對不對 簡單數學是這樣算 當然是這樣 所以當你這邊只有210的時候 如果你要讓它緩一點 你就會想辦法 想辦法偷一點 所以接聽不往這邊做 接聽再往前面看